你們幾乎平安 平安 今天是母親節 所以我在這裡先祝各位母親節快樂 在這裡也有我的岳母 特別也是我的岳母 祝上帝祝福你們 祝上帝祝福你們 請我們一起看一個經文 我們可以看周報 剛剛我們讀經的時候 我們讀了《以福所書》對不對 現在我們來看《出埃及記》20章12節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約化你 神所視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弟兄姐妹 在聖經我們可以看到新約 剛剛我們讀新約 現在我們看舊約《出埃及記》 都提醒我們這座兒女的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應當孝敬父母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 上帝藉著聖經告訴我們 上帝喜歡我們有感謝我們父母的心對不對 我們應該感謝我們的父母 養育我們長大 為我們付出極大的勞苦 所以我們應該孝敬祂 上帝喜歡我們孝敬我們的父母 請我們 今天是母親節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 我們做孩子的本分 就是我們應該孝敬我們的父母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這個也是上帝所喜悅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的本分 我們做孩子的本分 在我們的世代 當然我們可以看見有一些人 不愛他們的父母 這個是令人遺憾的事情 這個也是令人沮喪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做父母的 當然在我們心裡面 我們都喜歡孩子們愛我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做父母 我們心裡面知道的 我有兩個孩子 我看見他們都愛師母 所以師母的心裡面有快樂 像Shirley她昨天她知道 這個今天是母親節 她就跟她媽媽說 媽媽我要煮早餐給妳吃 所以昨天一早起來 Shirley她就做蛋餅給她的媽媽吃 所以我看師母她的心裡面有快樂 然後今天她又給師母一張卡片 她花了很多時間行 她說媽媽不要這樣 媽媽看見 她做了一張卡片給她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看見孩子們愛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心裡面有滿足的快樂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們喜歡孩子們愛我們 聽從我們 那我們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是做父母親的對不對 我們應該決定了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決定了從孩子們小的時候 我們就要愛她 我們就要幫助她 我們就要建立她 像一個農夫一樣 農夫怎麼栽種植物和果樹 農夫必須要幫助他們長大 長漂亮 樹枝結出甜美的果實 他要施肥 施對的肥 有時候我跟師母說不要隨便買菠菜 因為有些農夫他嚇得肥錯誤了 菠菜吃起來有澀澀的感覺不好吃 所以如果農夫他沒有敬業 沒有施好的肥料給他的農作物 有時候他結不出好的果子 所以在我們當父母的心裡面 我們應該明白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幫助我們的孩子 建立我們的孩子 等孩子們長大 他的心裡面知道爸爸媽媽愛我 爸爸媽媽愛你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 在我們的世代 有時候我們看 有時候很可惜 很多家長他沒有空陪孩子 對不對 他把孩子丟給保姆 他把孩子丟給補習班 他把孩子丟給手機 這個是很可惜的 不是說這樣不好 而是他真的心裡面沒有思想 我要有時間陪伴我的孩子 如果我們工作的時候 當然孩子需要上學 需要有保姆 可是我們下班以後 是不是我們應該思想 我們應該陪伴我們的孩子 還有一些家長 有時候他們真的二代他們的孩子 他沒有建立孩子 我聽過一件事情 當一個孩子在背送他們家的電話的時候 他說媽媽 我們家電話是多少 然後他就說 我母穿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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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孩子就有點急了 他說媽媽 我是在跟你說真的 我們家電話是多少 然後他就說他的名字 然後再說383838 這個就是我們家電話 他在跟他開玩笑 我從頭到尾沒有聽見這個媽媽 正確地交到他的孩子 他們家電話號是幾號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當一個父母 我們心裡面應該知道 我們要怎麼建立我們的孩子 怎麼幫助我們的孩子 讓他有好的成長 在孩子的心裡面 他會明白一件事情 你愛你 所以很自然 他愛你 這個是自然 如果你要強迫還是愛你 這個是很難的 但是孩子心裡面知道 爸爸愛你 媽媽愛你 所以他很自然 他愛你 所以今天是母親節 我說姐妹們 母親是一個神聖的職份 對不對 神將母親這個職份賜給你們 我不可能做母親 我只能做父親 所以這個是一個神聖的職份 上帝用母親來幫助小孩子 我們都聽過孟母三千的故事 對不對 孟子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他的媽媽有沒有幫助他 我們聽過他的媽媽幫助這個小孩子 就是孟子 對不對 搬家了三次 為什麼他搬家 大概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 因為他知道 如果他的孩子沒有一個好的環境 他的孩子會學壞 所以孟子的媽媽決定離開那個不好的地方 我這個是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孟子的媽媽心裡面思想是 我要幫助我的孩子 對不對 我要幫助我的孩子 今天我的題目是才德的婦人 才德的婦人 所以姐妹們 如果你想要幫助你的孩子 你想要幫助你的先生 你想要幫助你的家庭 你應該做什麼 做一個 聖經說 做一個才德的婦人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起來看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該做什麼事情 請我們打開真言三十一章 再舊約 真言三十一章 再舊約七百九十二頁 先我們看第一節 立木一樂王的言語 是她母親教訓她的真言 我們來看這一個第一節 這個立木一樂王的言語 是她母親教訓她的真言 這一個媽媽她有一個兒子做王 如果你的兒子做王 大概你的心裡面有很大的開心 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一個媽媽 她的孩子做王 她有沒有忘記了要教訓她 她沒有忘記要教訓她 她除了很高興她的兒子可以做一個國家的國王以外 她思想要怎麼教訓她的孩子 對不對 我們來看第二節 第二節說 我的兒啊 我父中生的兒啊 我許願得的兒啊 我當怎樣教訓你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媽媽她想 她的心裡面 她的頭腦裡面在想什麼 弟兄們 姐妹們 你看到這個媽媽她在想什麼嗎 她在想 我的兒啊 你看她的心裡面 她愛這個兒子 對不對 我父中生的兒子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媽媽的肚子裡面來的 對不對 這一個媽媽她說她許願得的兒 向神許願得來的 哇 不容易 對不對 所以她思想一件事情 我要怎麼樣教訓你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姐妹們 弟兄們 如果你有孩子 對不對 我們應該同樣思想這個問題 我應該怎樣教養我的孩子 對不對 你的智慧要從哪裡來 這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要看隔壁怎麼教養孩子的智慧也是一個方法 你要看這個世界上教養孩子的方法 美國人怎麼教養孩子也是一個方法 可是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也可以從上帝的智慧 這一個婦人很聰明 她從上帝的智慧 所以她的話寫在聖經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她的思想是從上帝的智慧 所以當她思想 我應該怎樣教養我的孩子 讓她成為全花蓮是最有錢的人嗎 還是讓她成為全花蓮是最有名的人 她的思想不是這樣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 她怎麼教養她的孩子 所以這個母親她是很有智慧的 因為她喜歡用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方法來教養她的孩子 所以她求神給她智慧 請我們一起看 雅各書在周報上面 周報上面我們來看雅各書第一章五節 雅各書第一章五節說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因當求那厚次於眾人 也不施責人的神 主就必赐給他們 所以 弟兄們 有時候我不可能明白萬事跟每一個智慧 可是我可以有一個決定 做什麼決定? 求上帝 求上帝 求上帝啊 我不知道怎麼教養我的孩子 求你幫助我 這個時候搞不好你打開聖經的時候 你可能看到聖經裡面的話 對不對? 所以聖經就是神 就像兩弟兄一樣 如果連生活裡面有困難 我們也應該學習聖經 神可能給我們智慧 解決我們的困難 雅各書就是這麼說 如果我們缺少智慧 我們遇到問題了 像這個媽媽一樣 他的孩子現在要做一個國家的王 那我要怎麼樣子教育他 他遇到一個問題 所以他有一個決定 他求上帝 上帝要幫助我 給我智慧 對不對? 所以學生一樣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怎麼辦? 我們應該求上帝 上帝啊 我應該怎麼學習 上帝可能賜給我們智慧 所以雅各書說 主就必賜給他 主是慈悲 主真的愛我 這個是很重要 這一個媽媽他求神 幫助他 賜給他智慧 所以我們來看到他的智慧是什麼? 第三節 三節說 不要交你的禁令給婦女 也不要有敗壞君王的行為 哇 他給出一個君王最不習慣聽的命令 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想一想 弟兄們 今天你是國王 你想娶幾個? 可是聖經的命令給你幾個老婆 一個老婆 對不對? 大概他聽過所羅門的故事 對不對? 聖經告訴我們所羅門是一個最有智慧的王 他的國家強大 上帝祝福他 可是所羅門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 我們來看周報 周報我們一起看到獵王記上11章 我們一起翻開獵王記好不好? 我們來看所羅門這個問題 獵王記上11章 因為這個比較長 我們來看聖經 我們已經打開聖經獵王記11章 在舊約的433頁 我們可以從第一節看到第8節 你就可以看到所羅門的問題 我們來一起來讀第一節到第8節 第一節說 所羅門往在法老的女兒之外 又崇愛許多外方女子 就是摩亞女子 亞門女子 以東女子 西頓女子 赫人女子 論道這些國的人 耶穆拉承曉與以色列人說 你們不可與他們往來相同 因為他們必誘過你的心去卻從他們的神 所羅門卻戀愛這些女子 所羅門有非七百 都是公主 還有第三百 這些非兵擁護過他的心 所羅門年老的時候 他的非兵擁護過他的心 去隨從別神 不笑把他父親搭毀 層層層層層層層的順服 也和他的神 因為所羅門隨從西頓人的女神 雅士他路 和亞門人可證的神彼勒風 所羅門請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的事 不笑把他父親搭毀 專心順從耶和華 所羅門為摩亞可證的神基摩 和亞門人可證的神摩洛 在耶路撒門對面的山上 建復求來 他為那些像自己神 燒祥獻級的外邦女子 就是他取來的非兵也是這樣寫 哇 弟兄們 這是一個例子對不對 這一個媽媽 利目伊樂王的媽媽 告誡她的孩子的第一條就是 你不要娶太多了 哇 這個是很不好聽的話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教訓孩子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教訓他好聽的話嗎 我們應該選擇正直的話教訓他 如果他不喜歡 這個也是很好的教訓對不對 你可以看所羅門 所羅門有多少的老婆 一千個老婆 哇 三年 所以所羅門的智慧比較好 如果是我 大概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所羅門會記得他的名字 所以所羅門真是一個聰明的王 可是他有一個問題 他得罪上帝 當所羅門做國王的時候 有沒有人敢指 指責所羅門的鼻子說 你不應該娶老婆 對不對 他是國王 對不對 沒有人敢指責他 所以所羅門做不對的事 聖經說所羅門娶得太多外國人的老婆 對不對 這些老婆引誘他做什麼事情 拜別的神 拜別的神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教養 我們孩子說你不要交抽菸的朋友 你不要交吃檳榔的朋友 你不要交那些愛做一些不好事情的朋友 這個就是很好的教訓 對不對 所以他教導他的兒子是要當國王的 你不要把你的時間浪費在這個事情上 而且這個是對你有害的 你看看所羅門就知道 對不對 所羅門犯了這個事情多大 我們可以看到十一章的說 烈王紀上十一章第九節 所羅門以為沒事嗎 你看九節 耶和華向所羅門發弄 因為他的行天理向和他兩支行仙 耶和華一生也不散 耶和華曾祝福他 不可隨從別神 他卻沒有遵守耶和華的分布 當你看所羅門年輕的時候 他真的愛上帝 他真的愛上帝 可是為什麼後來他沒有遵守上帝的命 像我們男生我們是交了不好的朋友 但是所羅門呢 他是娶了太多老婆 對不對 這些老婆長得太漂亮 所羅門不喜歡得罪他 所以變成這些老婆誘惑他拜別的神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到 周報上《尼西米記》是三章二十六集 我又說 以色列王所羅門不是在這樣的事上犯罪嗎 在多國中並沒有一個王向他 且蒙他神所愛 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國的王 然而連他也被外房女子引游犯罪的王 帝牧伊勒王的母親他知道 如果他的兒子娶太多老婆 他就會有麻煩 就會有麻煩 所以他不喜歡他的兒子犯罪 得罪神 所以他首先告誡他的兒子 不要把人的時間浪費到人 一個老婆就夠 一個老婆就夠 所以這個媽媽給他的兒子 第一個教訓非常好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 而且聖經說全世界最有智慧的所羅門 在什麼事情上跌倒 老婆的事情上跌倒 他起了太多的老婆 所以第三節 我們再回來看《森言》三十一章第三節 這個媽媽真的很聰明 雖然孩子不喜歡你 可是她還是要道歉她 不要將你的經理給父母 也不要有敗壞君王的行為 你知道所羅門做了這件事情嗎 她影響多大 她的整個國家分裂 她的孩子們學習她的行為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個有智慧的媽媽 從犯罪的源頭都砍斷 這個孩子如果聽從媽媽 她就不會犯這個罪 她也不會影響到別人 對不對 影響到她的知之順順 所以我們再來看到 第四節到 第四節到第七節 第四節 歷悟一樂阿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 不相宜 王子說 農酒在哪裡也不相宜 恐怕喝了就忘記履歷 顛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可以把農酒給僵王的人喝喝 把清酒給苦心的人喝 讓他喝了就忘記他的貧窮 不再紀念他的故事 這個是媽媽給這個兒子第二個教訓 對不對 你不應該做什麼 喝酒 你不應該喝酒 第一個是你不要娶太多老婆 一個老婆就夠了 第二個是你不要喝酒 為什麼 因為你是要做國王 國王要處理很多事情 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要請醫生幫你做手術 請醫生幫你拔牙齒 對不對 你去診所的時候 跟醫生講話的時候 你突然聞到一股很濃的酒精味 醫生喝酒了 請問你 接下來你願意醫生幫你拔牙嗎 你願意醫生幫你動刀做手術嗎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國王要做震驚的事情 所以這個媽媽告誡他的兒子 不應該喝酒 請我們一起看真言二十章第一節 酒來使人泄滿 龍酒使人喧嚷 白雲酒錯誤的救護智慧 這個媽媽擔心他的孩子 走上這個不好的路 所以她說不要喝酒 喝酒會使你失去智慧 失去判斷力 你可能誤示人 誤示人 所以利目一樂王的母親的教訓 是完全沒好 為什麼完全沒好 這個是從神來的教訓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正經的事 我們應該不要喝酒 對不對 我們應該教訓我們孩子不要喝酒 那首先我們應該做一個什麼 爸爸一樣的 我們做爸爸 我們做媽媽 我們應不應該喝酒 我們不應該在孩子的面前喝酒 小孩子不可以喝 不喝 對不對 但是我卻喝酒 這不是一個好的方面 對不對 我們應該以身坐著 不要喝酒 所以這個媽媽教訓她的孩子 不要喝酒 我們來看到第三流 請我們一起看到第八節箴言三十一章八節到九節 八節說 你當為雅伯開口 為一切孤獨的聲援 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 為困固和窮乏的臉去 這個媽媽真的是有公義的心在她的心裡面 她愛的是正直公義的事情 所以她教訓她的兒子三件事情 對不對 第一件事情 你要為雅伯開口 為一切孤獨的聲援 這個是你做國王最好的工作 別人欺負雅伯 別人欺負孤獨者 弱勢者 做一個國王 你應該不要看這些事情嗎 不應該 對不對 你應該為他們聲援 對不對 幫助這些窮困的人 哇 如果我們的國家是這樣就真的太晚了 第二個 她說你應當開口按公義判斷 哇 如果我們的國家每一個法官都有按公義判斷 喔 哈利路亞 讚美神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母親的教訓完全美好 我完全同意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第三個 為困苦和窮乏的辯去 哇 這個媽媽關心的是什麼 她真的關心有愛心的心 對不對 她不希望她的孩子變成國王以後只是揮霍 只是享受她的權力 她應該要有愛心 她應該要愛這些弱勢的人 對不對 並且她應該要愛公義 對不對 公義的判斷 這個是很重要的 請問我們看一件事情 我們看周報羅馬書13章1節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福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 反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因此聖經告訴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當你是一個國王或是你是一個審判官 或是你是一個法官 這個是誰賜給你的權柄和職份 這是上帝賜給你 所以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按著聖經說的 對不對 神喜歡這些審判官用公平公義來審判 你不可以說這個窮人請不起律師 你就不管他 對不對 就定他的罪 這樣子沒有公平 對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個審判是出於神的 我們就不可以偏袒有錢人 對不對 有錢人拿錢給你 你就看他對的 欺負了 往屈了那些窮困的人 那你可不可以看到這個有困難的 他是一個窮人 你就都看他是對的 也不行 如果這個是窮人 你因為憐憫他 你就說你做的沒有問題 這個也是錯誤 這個是沒有公義 對不對 所以應該要按著公義審判 所以這一個利努伊勒王的媽媽 她的心裡面那一把尺從上帝來 她喜歡她的孩子 愛這些困苦人 可是注意不要忘記了一點 不要偏離了公平跟公義 對不對 不要傍負有錢人 也不要傍負窮人 你要公平公義 可是你不要欺負這些困苦的人 所以弟兄們 姐妹們 利募伊勒王的母親 我們可以看到她的教訓是完全美好的教訓 所以聖經說這樣子的人是財德的婦人 財德的婦人 我們看第十節 三十一章的第十節 財德的婦人 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願勝過真主化 如果 姐妹們 你們按著聖經教養你們的孩子 你的價值勝過這個世界上一切珍貴的財寶 神看你是寶貴的 再來 你的孩子尊重看你是寶貴的 再來 你的先生可能贊了你 看你是寶貴的 哇 這個是很重要的 弟兄姐妹 我們知道做母親 真的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 教養孩子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所以 我們真的需要有上帝的智慧 來幫助我 請我們看最後一個經文 《真言四章》第一節 智慧婦人見立家世 余望婦人親手猜婚 我相信當兩個人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他們很開心地說我們結婚了 他們沒有 心裡面我相信他們沒有思想 我跟你結婚一天我就要跟你分手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這個世界上看到這麼多的事情 當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他們花了很多錢辦了很好看的婚禮以後 沒有多久他們說我不喜歡跟你住在一起 我們要分手 我要跟你離婚 為什麼 《真言四章》第一節告訴我很清楚 智慧跟慾望 我相信他們兩個人要結婚的時候都是歡喜快樂 可是他們沒有思想 他們要建立家庭 還是要拆毀他們家 他們的家已經建立了 對不對 結婚了已經建立了 可是要有智慧 你才能夠讓你的家長大 長大 傑出美好的果實 對不對 像一個農夫一樣 如果你種下了種子 它發芽 你就把它拔掉 那它就不可能長大 你還必須照顧它長大 這個是智慧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有福了 如果你喜歡建立你的家 我們應該肯切地跟從神 我們學習神經 神可能賜給我們智慧 所以當你的家遇到問題 你跟你的先生產生衝突 你跟你的孩子教養的時候產生問題 你該怎麼辦 你該肯切地求神 試給你智慧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明白我要怎麼建立我的家庭 很多人沒有這個智慧 當他遇到困難 當他遇到衝突 當他遇到沮喪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做什麼決定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拆毀 誰拆毀 他自己拆毀 他的家庭 對不對 不是你們拆毀他 所以這個很重要 如果我們要建立家序 我們必須有智慧 兩個人結婚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只要花錢就好了 你只要兩個人喜歡就好了 可是你要建立家庭 弟兄姊妹 請聽我說 我們需要智慧 解決家庭裡面很多的問題很困難 我們的家庭才能長大 傑出美好的果實 如果我們按著我們自己的智慧 很危險 很危險 請我們看最後一個經文好不好 對不起 我們看真言三十一章 三十幾到三十一集 艷麗是虛假的 美容是虛弗的 為敬為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 願她享受朝作所得的 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容 不要老大 哇 弟兄姊妹們 我希望最後這兩節經文祝福你們 如果你們真的敬愛耶和華 你們的心就會想 喔 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 老公 兒子就會喜歡我 不是這樣 而是你的心敬為上面 你就有智慧如何幫助你的先生 如何幫助你的孩子 最後 聖經說得很好 願他享受操作所得的 哇 你為你的孩子付出 你為你的家庭付出 有一天你會享受美好的果實 所以當你握下好的種子 教訓你的孩子好得到你的時候 以後你會收到甜美的果實 請我們一起抵抗他